很感謝主,我們越來越有人願意侍奉 我們的目的就是興起人侍奉 而真的可以一步步興起 我們都感謝神,有人想練習 另外有人想練習,講訊息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在每一方面操練 講到侍奉,第一步最重要就是 我們心如何看重神,尊重神 心信神的愛,心信祂很愛我們 於是沒有壓力 我一杯涼水,神都會歡喜 我做任何事情,心想祝好人,神會歡喜 心就會沒有壓力,活在神的外中 另外就是神的聖結 神的聖結就是我們有什麼不好的都能看到 即是我們有任何的 又這麼容易,但為何有聖結好像很難 當我們用一個正面看,是難的 怎樣正面看呢? 如果我有問題,我立即求助醒 而我盡量保持心態,就是我感激神 我尊重神,所以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神喜悅的方式 只是想祝福人,而我願意處理我生命中的問題 就算我們有些事未處理好,都不要緊 不是要等到一個人一百分之一百,處理好 但是我們裡面有很多要修理 就是要修剪,耶穌要修剪 但是修剪,不是要等到修剪完才可以施福神 但最重要就是在一個修剪過程 我們都知道我們不是完美 我們不是追求完美,我不是追求被人看到 我不是追求被人看到我多好 而是,我一見到人,這個很單純的心 我就是想祝福,我見到人,我就想幫他 我見到人,我就想看他做在他身上 有種好的地方,而不是看他怎樣看我 其實這個已經是會處理所有的 就是我們生命中的問題 當我們單純一種,就是我想祝福人的心態 事奉裡面,如果我們拆開 有時人會有難阻礙我們的地方 第一就是驕傲 其實這個對比,一個心態很簡單 一個意念可以幫我們處理所有負面的意念 一個意念就是,神這麼好 我就感激神,我任何事情做,神都歡喜 我又尊重神,所以我不想任何垃圾 有什麼垃圾我都求主赦免,有一個正確的心去服侍 就是這麼簡單,你所有事情都可以一步步處理 但我現在拆解可以有些可能影響我們的地方 為什麼要拆解呢? 因為有時人知道那些需要處理的地方 他就更加知道去處理什麼 因為有時人以為我已經處理了,但沒有處理到 但基本上如果我們能夠敏感聖靈的聲音 例如說驕傲 可能我們不太覺得自己驕傲 可能只是前醫師說什麼 前醫師又說 沒有人看起我,我做事是不行的 我在什麼情況下做事都是沒有人看起的 於是有機會出位,就覺得 這個機會我要爭取,我要做得好好的給別人看 這就是小小的意念 這就是很單純的意念 但有稍微說,我很想被人認同 我很想被人稱讚,我就會覺得很舒服 有時他不是說出來的 只是心裡覺得有人稱讚我,很開心 我們其實應該讚賞人 但當心稍微一去了,我想得到認同 我們得到認同是好的 但我要得到認同就會覺得 就會成為一種壓力 成為一種壓力的時候 就會用方法怎樣得到人的認同 亦是一種負面的影響 於是做到什麼又很常 不好意思,這些是否算是貪念 貪念有一種 驕傲就是我要聰明給別人看 我也聰明給自己看 貪念是什麼 譬如說,通常侍奉有時有利益 一定是同錢 都不是一定的 你可以說貪身份、地位 有時很想貪 譬如說,我現在做這個侍奉 我想貪另一個侍奉 另一個更高的崗位 總之,凡是任何事情 都是為了我自己的事情 就可以聰明 當一個人有單純的心 那些事情就可以處理到 有單純的心 譬如我在為人祈禱 經歷四年之後 有一班人都是想追求的 當時我看到他們很渴求恩高 我還記得我初期的時候 兩個人一起為一個人祈禱 那個人就很大經歷 另一個人說,你好有恩高 那時候我都不太相信 我是另一個人,兩個人一起服侍 但是我看到那個心態 很想有恩高 但是我自己都會受到這種影響 譬如祈禱,見到人很大經歷 心裡就會有尖尖自棄 有這種情況 但是因為神給我一種單純的心 我就知道這個不對 要處理的 所以我就一滴這麼多尖尖自棄 我馬上說,神是你的工作 真的不是我的工作 我只是一條水管 水流過來 水的來源才是厲害的 我只是一條管 我沒有用的 但是我是給你用的 那時候我就提自己 有這麼多人覺得自己聰明的 神就提我 有一次在一班同工會 是不認識的 就是不同教會的同工一起分享 而分享的時候 有些同工就說 他們所經歷的內容是很好 我也覺得很好 但是當時有一個人的分享 我覺得不是那麼強 又比較膚淺 就是那種感覺 但是一想就 立即神對我說 立即那意念 你是誰 他的改變都是我給他 你是誰去批判他 你的改變都是我給你的 立即那意念馬上來 我立即就 立即就 立即的心立即形象 求耶穌射滅我 就是不要有的 因為這個 有時驕傲出來 就是他都不行 他做不到 他祈禱 說話都不行 他都是用誤性的祈禱 或者他的靈不夠投入 他祈禱的果效不夠強 我們就會比較 比如自己做到 那個人未做到 教也不懂 他都不行 他都不行 學不到 當我們一發現 我們有的禁了這些 立即處理 那些人就可以成為一個 比神更加大大小的東西 但如果 那個人不處理 反而就在說 那些人都是壞的 哎呀 這個世界上沒有好人的 那些人都不是真心的 有時那些人就會留意這些 就是很容易 就是 我都認識很多人都是說 唉 就是 心態都是說 那些人都是不好 那些人有什麼不好的原因 不好的動機 那樣 好像聽到很多都是負面的說話 而這個負面的說話 就影響了他的 怎麼影響他呢 他就見到人 心就是他不好的 這些人都是不好的 他有不良度機的 就變成對人的一種負面 其實我們單純的一個意念 神愛我 所以我愛他 我又享受神的愛 所以我不用太大壓力 總之我做的神是喜悅 我做了多少多少 然後 我做的 我弱的那麼多差錯 都是收入神的名 我就盡量處理 我處理 我還未處理完 我處理神已經喜悅 這樣的時候 就很正面 這樣就向前去 但當他有什麼差錯 我最常見的 第一個殺手 就是 接受不了人的罪情 這是我最多見的 就是 生氣了某個人 講某個人的時候 都說他不行 他沒用 他做不到 他不肯聽話 他不肯信服 都是負面的 批判的說話 其實我們都看到人的問題 我們同工之間都有討論 但我們討論的時候 是出於好意的 我怎樣幫到他 我想怎樣幫到他 就不是批判他沒用 而是我想怎樣幫到他 另外有些位置 有時候我們太強勢 太控制性 都是一種問題 就是我要管理一切 例如我剛剛輔導一個媽媽和女兒 其實這種情況我都常見 有時候父母找過我們 父母都不知道 沒有留意到 就是他的說話 他令到那個子女有壓力 而令到子女覺得 要怎樣做 但效果是相反的 但當然 欣賞那個子女 或者我們幫的人 欣賞他的好的地方 欣賞他有進步的地方 那個人就覺得被接納 而我們不是推動他 我們只是引導他 你覺得你的生命可不可以提升 你又想不可以提升 當他願意的時候 他自己有這個動力 即是說激勵他 當然我們動力都可以有不同的教導 不過在那個時候 可能引發一個人 沒有那麼強烈的動力 我們怎樣引發他 你的生命很崩壞 你很重要的 你可以做到更多事情 你引發就好過 吹逼他 即是你要怎樣 你未做得到 你做不到 你怎樣做得不好 這種的後果 會令到人不想適合 這個都是幾大破壞性的 驕傲 競爭 我要一個人 我要告訴別人他做得不好 如果我們要引導一個人知道 讓他知道做得不好 方法都是說 你的生命很崩壞 很重要 我很欣賞你的心 然後說出他好的地方 但都可以提升 我自己都很留意 我自己有什麼地方 我需要處理 我們侍奉神 都是需要處理的 你覺得你的生命 有沒有什麼需要處理 譬如我們幫一個人 想侍奉 我們都是引導他 讓他去思考 這件事 就不是去強硬的指出 又不是強硬的吹逼 而是讓他知道 你有這個問題 那你可以怎樣處理 由他自己去有這個動力 有時候我們可以激勵 但是總是用正面 不是說你沒有做 而是怎樣可以做得更好 這些都是我們要留意的 雕傲 我剛才說的 壓迫人 操控性 或者是太急於醫藥果效 心急 激氣 在事縫的時候激氣爐槽 會猛 會見到人少 心就很失望 壓力很大 這樣的時候 會造成人的生命 就會受虧損 本來一個單純的意念 就是我見到人就祝福人 這個單純的意念 應該祝福我們 但是因為人的問題 很多元化 所以我們需要留意這些 這麼多方面的負面的影響 但是當我們單純的愛神 其實就已經全部可以 你自然神就會跟你說話 另外破口就是罪 例如我們的污衛 體重自己的感覺 自己的享受 這些一切都可以影響 在這一刻我停一停 讓大家思想 因為我們興起事奉的人 很重要的是 我們單純 就是神這麼好 我想給神使用 我想祝福人 我想去幫人 我想給神使用 我們都知道神是聖結 我就要處理我們任何問題 如果我有任何問題 我都願意處理 我願意放下這些 以致我不在一邊建造 一邊殘位 而有時候這些負面的事情 可以入了潛意識 譬如有些人很容易受傷害 你說一句說話 少許提議 他已經很快反彈 這個是需要醫治的 或者他的急躁 很快就彈出來 那些人就真的需要 處理一段 我就不會贊成 如果有些人很急躁 那些潛意識很負面 那些人就不適宜事奉 但如果整體上 都是處理生命的 又真的很想事奉 是可以開始事奉 我再說清楚一點 譬如有一個人 他真的很單純 我就看到人想幫人 其實這樣已經可以事奉 但有些人怎樣 他這麼壞 我真的生氣死他 有一點分別 外面看起來好像有一點分別 他見到人就 好像他這樣 在哪裏得到他 很挖 很直 很不經思考 就彈出一些負面的說話 他就是要處理 讓他的心有無無 因為他一彈出來 可能傷害人更大 更大件事過 他沒有做 在這裏 愛人家 很愛人 些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